小石探前一位阿伯突然直直走向圆景 伸手朝圆景的脸灰了一圈 当下马上遭到制止 而这一位阿伯是当地的头痛人物 我们跟他已经被他搞了三年多 每次喝酒就帮我们闹得我们机前不停 之前说我那锁门 我没有锁门我没有办法过日子 对酒喝下去就 不喝酒就不会了 喝了酒就多少 又是几岁红姓龙 自己住在基隆新义区 经常酒后闹事 两年来商人老龄案件高达近四十件 让附近邻居感到心慌慌 上个月二十号也发生酒后对女店员咆哮的事件 月底傍晚六点多 老翁的酒瘾又发作 准备回家时不满园景跟随 竟然转身朝园景挥拳 还好园景闪过 当下也将老翁控制住 警方担心酒醉老翁又有商人的行为 当下立即将他强制就医 同然本日酒瘾发作 警方协助其道路院评估 是否有酒瘾介事之可能性 那还好这个警察 他随时保持警戒 没有受伤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卫生跟设证单位马上介入 我们的警员也被红杏男子给攻击了 市长的好意我们了解 但是他三不五十 这个会攻击人 实在是对我们大家都很恐慌 所以最好是尽速的安置他 老翁送医之后被无花大榜 送进隔离病房暂时安置 基隆市医院也到医院为为远景辛劳 对于老翁酗酒闹事 警方除了依受违法寒送 但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可以安心过日子 目前市府也积极做后续处置 希望能够尽速安置老翁 不让商人事件再发生 TVB新闻罗欣葵基隆厂报道